20年当中你有没有碰到过让你也想稳定下来的人 没有碰到对的人 对不对再说 我们经常碰到的是不对的人 经常碰到的是不对的人 谁能想到王力宏跟李精磊婚姻经历一波三折 还是迟迟不能落下帷幕 反而眼中李精磊在婚姻中忍受着绝对的委屈 更是曝光揭穿了王力宏好父亲的人设 自己几乎身处在瀑布的家中 从他进婚姻那一刻就根本看不到安稳心腹 但为何说王力宏让人气愤也是让人心疼 毕竟李精磊各种哭诉声的背后 却是王力宏的名声跟事业尽数的破碎 身为素人李精磊看似是个弱者 在婚姻中却恰恰是王力宏的克星 王力宏身为名副其实的歌坛巨星 一举一动都会留下痕迹 相比时候默默无稳的李精磊 如今轻易就能掌握王力宏的各种证据 而李精磊的心机到底有多深呢 就算知道婚姻不幸福跟王力宏的不忠 李精磊也一直不愿选择离婚 日记月累积攒着手上的证据 而当李精磊真正的证据在进行化石天族 就算王力宏真正被冤枉也无力回天 网友都调侃这个女人不简单 毕竟王力宏身为一个大男人 要有什么资格去反驳处在弱势方的李精磊呢 这次观众朋友有个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